这件事特别有意思 欧盟模仿美国也搞了一个欧洲的芯片法 啥意思啊 就是补贴嘛 刀货什么工会啊 这各方面给你补贴 排气电在美国刚拿了66亿嘛 欧洲这边也有 他在德国反正也拿了一大笔 鼓励探导体这些厂商在欧洲扩大投资 但是眼巴巴就看着你当芯片 你有这个那就得谈协定 要不然我来怎么投资啊 这个身份不明 咱俩这受法律保护啊 这怎么碰啊 所以说呢 好像在洽谈经济伙伴协定 或者叫投资与贸易协定 去年8月 台积电在德国干了一间规模超大的芯片工厂 这要不是德国车 你老拿不着芯片 着急吧 现在这个呢 是欧盟委员会的什么贸易总司的副资长 来谈这个经济伙伴协定 这方面的事情